徐阳阳盛会上与刘备失散的赵云 终于在司马会的庄上找到刘备 二人便一起返回心意 途中遇到一个叫盛福的人毛遂自荐 盛福这个人 他是什么来历 我们暂时不去管他 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他胸怀大志 一直想到 一直想找一个可以表现的舞台 这样就可以了 他看到刘备在哪里要征求人才 他也去应征了 可是他发现刘备这个人 你跟他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他就酸了 不找了 回头就碰到司马会 司马会跟他讲 你不要去找刘备 现在有一个人 我看你可以跟他 就是刘备 他说好 那我就跟刘备吧 可是他并不直接去找刘备 他就躺在那里 就唱歌 刘备如果没有经过这一番的挫折 平良人讲 你谁唱歌 对他而言都一样 他不会那么仔细的 现在他经过司马会的指点 他心里有要求财的这种准备 所以一听 刘备说那你正好 我需要人才 你就来吧 要了解一个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试他一下 何况他就在你面前 你就试他一下 就知道 经得起你试的就是真的 经不起你试的 那就假的 所以上佛说 看看刘备怎么反应 刘备说你这个好主意 我就照你的去做 那这种人你还要看八字吗 你根本就知道 这种人是不可相信的 所以我们用试的方法 比看八字 比看面相 其实还要来得精准 而且可靠 那刘备怎么回答 先生不教我以正道 反教立即防人之事 先生不防 另投民主 那可见呢 他就不喜欢这样了 那不喜欢这样 跟喜欢这样子 那他就两个不同的个性了 那上佛马上就知道 上佛终于民主已 所以他就欣然同意 出任他的军师